台中現在非常重視舊建築活化 有很多地方像是台中市一所 還有我身後的中性市場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不要以為市場暗暗就有舊的氣勢裡面 別有洞天 還有很多特色的溫馨小店 現在就帶大家一起逛一逛喔 剛剛逛了一下發現有幾家菜飯還有住戶林立 現在我坐在一家可愛的店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介紹一個可愛的人給你們認識 大陶老闆 什麼事 請你過來一下 好 等我一下我這邊都沒咖啡給你 好 我要喝好喝的老闆 保證好喝 老闆這個是手沖咖啡嗎 這是手沖咖啡 這邊請你們看 好香喔 我問一下 這個地方中性市場 開了 營業了50年 對 那你的店幾年了 大概快要10年的左右 那也很久了耶 算是文青店的起源 因為10年前可能還不那麼流行文青 那老闆你算是走得很前面耶 所以我現在變文鄉了 差不多都超成灰了有沒有 老闆你也是滿幽默的 一開始就 努力做 看不出來也是這麼跳痛的人耶 沒關係我現在身為一個就是胖子 大家已經覺得很多東西都跳痛了 也不像文青 也不像喜歡妝養 因為也不像會煮咖啡的 民國50年主要蓋這個傳統的菜市場 那當初蓋的時候 因為這附近有駐紮帶千磚鋼的美軍 然後還有當時的國美館 還是一個村落以及一個工廠 以及兩班綠圓道都是工廠 所以他們蓋了這一個傳統的菜市場 這是私有的不是公有的 私有的 對 就是可以自由買賣自由使用 這就慢慢的延續到了後來 這邊13年末落之後 民國90年吧 100年左右的時候 才開始陸陸續續有人進入這個區域 從外面的黑白切 到剛剛前面有一個歷書房 藝廊然後還有對面自己的房間 開始做女性主義的書店 開始陸陸續續續的 有一些店面進駐 你剛剛 你剛剛說陸陸續續嗎 閉嘴 對 你再講一次嗎 我覺得好好聽 陸陸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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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剛才交響 交響音樂的心態都 不是 剛剛那個指揮帶著我走 不好意思 OK 我覺得你被音樂干擾了 我覺得老闆真的是一個非常跳通的人 因為像在這個中信市場 這個氛圍裡面 開一家這種跟這裡的環境氛圍 完全跳通的特色小店 就像老闆的本人一樣 這麼的跳通 我覺得我必須到此意猶 我剛剛看到牆上有便條機對不對 是的 那我們一起就是 給一張便條機 看我們小姐姐去哪兒的觀眾 都可以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恭喜發財 事事順心 步步高升 謝謝 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天天開心 那你想要貼在哪個位置 我想要貼在 最高處 怎麼樣 我已經準備好了 你要貼在哪個位置 最高處 不是這裡嗎 你要貼在哪個位置 這輩子沒有看到這種要求 你看我們文青是要這樣當的 他也特寫他 希望看本節目的觀眾 都能夠深體健康 萬事如意 記得來中信市場 找大頭老闆 吃得到這種大吉大利 我原 因為你要說吃得苦中苦 放為人上人 好啦 不要再玩了 趕快去接 大頭壞掉了 好狠 第一次遇到攝放者 比蘭蘭我還ㄎㄧㄧㄚ的 不過話說回來 蘭蘭從沒想過 在台中市區裡 還有這樣 充滿歷史痕跡的老市場 如果你也想要少少文青 喝好咖啡 歡迎你來這邊走走 跟有趣的大頭老闆 聊聊天聽故事 保證有收穫喔 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